画面中是可以看到 大半夜的好几部的八轮云豹甲车 以及中战车 还有各式的轮带车辆 是出现在高雄市区 整排的队伍整备齐全 一路往南 准备前往恒春的联训基地 要来进行这个军演 那一连好几部的军事用车 场面是相当的壮观 也引来不少民众围观 但也看一段现场情形 第一次在市区看到云豹吗 对真的 高雄我第一次看到 在路上看到 你也算是一个军事 你就得算 好那近期面对中国解放军 对台实施连续三天的环台军演 我国国军也不敢懈怠 这回出现在高雄市区马路上的 正式陆军时军团586装甲旅 是从阿联装甲564的天山营区 沿着台17线 趁着深夜的12点来出发 要到恒春进行军训演练 那其中CM11战车 更是已经提前上版车 同样陆续来运往这个联训基地 要展现我国国军的军事战备力 同时展现保驾为国决心 分构里行马路上 Gamb시간